别再以为肌肉松弛只是影响身材了,它可能是你大脑正在枯萎的直接信号。 2025年底,发表在老牌医学期刊《精神病学研究》期刊上的一项重磅成果,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抗衰老的认知。 这项研究利用著名的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数据库,对近6000名、50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严密追踪。 结论非常令人警醒,身体虚弱是认知能力下降的强力预警。 研究人员发现,握力最弱的人群,患失智症的风险是强壮人群的2.8倍。 而且请注意,这不仅仅是比谁力气大,科学家即使踢除了体重和BMI身体质量指数的影响,这个高风险关联依然存在。 这意味着,相对力量不足就是危险信号。 不仅是手部、腿部力量同样关键。 那些从椅子上站起速度最慢的人,患病风险也高达2.75倍。 最扎心的是,这个规律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。 研究发现,早在50到64岁的中年时期,这种关联就已经非常明显了。 也就是说,大脑的衰退,可能在你还没觉得自己老的时候,就从肌肉无力开始了。 为什么肌肉和大脑连得这么紧? 目前的科学解释是,这可能与大脑的白质高信号病变以及全身性的慢性炎症有关。 肌肉力量的下降,往往不仅是肌肉组织的问题,更是神经系统连接受损的外在表现。 所以,从今天开始,把力量训练当成你的护脑处方。 你可以现在就做一个简单的测试,双手抱胸,看能不能快速,连续地从椅子上起立五次。 如果感觉吃力,请立刻行动起来。 存钱防老,更要存肌肉防脑。 因为强壮的肌肉,就是你大脑最坚固的防线。